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的陪葬坑就有180多个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算法来算 除去时间成本 人力 物力 财力 只算地宫面积的话 估计得挖150年 毕竟它的面积有25000平方米 相当于秦宫大墓面积的4倍多 至于秦始皇陵几千年来都没人敢动 有位风水大师曾说过 秦始皇陵自古就是龙兴之地 秦岭是华夏龙脉所在 而秦始皇陵所葬之地正是龙脉血炎所在 也就是说只要一动 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而且有史料记载 秦始皇当初在陵墓建好的时候 说了一段话 朕统六国 天下归一 驻长城 朕九州龙脉 为我大秦 故我赦几 朕以始皇帝之名在此立世 朕在 当首土开疆 扫平四夷定我大秦之机 朕王亦将身化龙魂 又我华夏永世不衰 此事日月为正天地共见 先魔鬼神共听之 朕为始皇帝 后世已技术 二世三世至于万世 传之无穷 也正是因为他这番话 后人都认为这直接正式了两千年 所以才无人敢动他的陵墓 其实在1965年时 郭沫若就曾多次提出要挖掘秦始皇陵 希望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 但多次被周总理的八个字回绝 十年之内别提此事 郭沫若晚年还曾写了一句诗来表示遗憾 带到幽光重启日 延期翻案续新篇 不管秦始皇当初的那一句话到底有没有起到作用 我们都希望秦始皇陵能一直保留下来不被破坏 毕竟考古挖掘的古墓已经不少了 以前的就不说什么了 这个真的得好好保护不能挖了 我说他有没有卖的回头 你也认为这是那款方面的